王羲之藍亭集序中的第七行 那這第一個字這個腎呢比較重一點 那根據王羲之的習慣他都會先寫這一撇這個勾 那這邊這個勾又有一點裝 一開始有一個裝飾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要把它表現出來 然後先下筆然後扭一下加壓一個弧線 然後再倒勾回去 再寫這一筆橫畫 這是王羲之的習慣先寫這一個 那這邊呢先寫裡面的部分 寫這個敏字 稍微大一點要凸過來 因為這邊凸到這邊凸出來了 再來這個兩點 逆筆過來 其實這裡有點帶到這邊 然後再從最上面這裡 加壓中鋒 加重一點 然後有點從裡面勾上去 再從這裡 帶一圈 最後這一點 好 再來這個一字 帶過來呢 我們說他橫畫經常像有這種這種習慣 跟這不一樣 所以製造 做了一個不同的一個入筆的動作 好這帶過來 好 因為這種帶筆的感覺 讓智慧很活 活的感覺就出來了 一上一擁 來看 這邊待會這裡 也是破筆 不要去這樣寫 直接 照正常的寫法就可以了 好 帶過來這裡 就壓一下 然後從裡面帶回來這一筆 有一點弧度 這弧度要寫出來 然後這連續寫 再勾起來 再勾起來 倒勾 好 這邊 這連續動作都要做得很完整 好 這 這個字他寫得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個 這個 要注意那個 結構上的 美感 好 這個一字就直接下去了 所以我們就要記住 未來這變化 至少可以做這種兩種變化 一上一擁 擁 擁製呢 左邊的沿跟右邊的這個擁的搭配 也是搭配得非常的漂亮 勾起來 加壓 然後這連續感做出來 勾上去 注意這個 帶筆的關係 勾起來 好 再過去 再過去 加壓 好 這樣子 一傷 一勾 然後 易足 好 這是一個 吵字的寫法 這個易 下筆 好 是尖的 然後 往右 加壓 撇出來 帶這邊 所以這帶筆 要把它做出來 一 逐字 入筆 也是直接點 然後要注意這個柔的感覺 這邊轉折很圓 飽滿 有時候轉折要腳 有時候要飽滿的圓的圓潤 然後這邊轉折要小心 筆有稍微踢起來 好 一足椅 一足椅 好 這裡這個椅子 注意看這個點 勾起來 好 唱 好 注意這邊 也是從這裡下去 勾起來 好 這邊呢 理論上應該不會這樣寫 那可能不小心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也是造血了 那正常當然不要這樣寫 那正常當然不要這樣寫 勾起來 這要倒勾 好 好 唱 序 好 這連續的動作 要注意這邊勾起來 加壓 再一點 上去 好 從裡面 重 輕 重 這動作 過來優勤 好 優質 這代筆 很清楚 把它表現出來 這個尖的地方 勾起來 好 注意看這個帶筆 勾上去 然後 那個柔柔的感覺 還有尖的 韻味的地方 一定要表現出來 好 大家看這連續的感覺 然後這裡重新來 起筆 倒勾回去 再寫這一筆 再寫這一筆 然後加壓 勾一點點 這樣子 好 再來看這個 琴字 琴字呢 第一個這個點 這也是 非常圓潤的點法 然後揉過來 右邊一點 起來 從這邊勾回來 從這邊勾回來 上去 從 也是這樣 都是用帶筆的方式 所以大家要去 體會這用筆 這用筆的柔軟度 好